把握時間回答問題 有個聽眾朋友們給我們留言了 他講說呢 他記得呢 這個之前看家庭醫生的時候呢 家庭醫生跟他勸導說 你就單獨用紅藍卡來看就好了 但今天去看診的時候呢 他卻跟他講說 你上次看的時候 還欠我250塊錢喔 那這樣子是對的嗎 難道每一次我去看醫生 如果只用紅藍卡的話 我就要付250嗎 那如果當初是家庭醫生建議我的 他沒有先跟我講 然後事後才給我一個帳單 這樣子合理嗎 他希望有個專家可以救救他 幫他解說一下這種情況 是不是醫生開始說多少錢 他就應該要付多少錢呢 還是說其實有一個合規合理的一個解說 那為大家請到的這個保險專家呢 是我們天寧保險張念廷 張仙 哈囉張仙你好 小明你好 各位聽眾早安 早安 那像這種長輩的問題 我知道你很熟悉 可不可以幫我們解答一下 好 我來回答 這個是一個好問題喔 長者們假如有碰到類似的情況 你要注意怎麼保護自己啊 首先呢我們說這個帳單呢 您可能是要付的 因為這個250左右的帳單裡面包含了兩個收費 第一個是紅藍卡的抵檢額 198 還有你所有看診費用的20%的 當然我這個只是一個估算啊 那紅藍卡的抵檢額呢是一年收一次 你有這個看門診的需要或者甚至於住院了 那你都要付這個費用 那你都要付這個費用並且要付到這個所有看診的20% 我們說單純的紅藍卡呢 或者有的人叫做原始的紅藍卡 它是一個PPO計畫很好用的保險 並且全美國用 所以對醫生來講 他當然希望你來用這個 對他的看診一點困難都沒有 那往往我們華人對病人說 我聽醫生說的話我都會照做 對不對 因為這個叫聽話嘛 好 但是呢重點來了 假如說只是單純的用紅藍卡呢 你必須要加一個藥計畫 否則藥部分的終身罰款 你又要付帳單了 還有呢是一個抵達的PPO計 像我剛剛講的198 還有帳單的20% 舉個例子 假如說您住院的一個小開刀 盲藏員開刀可能帳單是10萬元 那病人可能大概就要付2萬哦 所以呢這個結論呢 我會說醫生沒有說錯 你可以用單純的紅藍卡看診 但是醫生沒說的是 病人的荷包可能會大失血哦 OK 是是是 他沒說哦 但是呢病人收到了帳單 不看沒事啊 他一看帳單就感覺病更重了 哦 那解決的方法是什麼呢 就是你要加一個20%的福利 OK 你原始的紅藍卡 我的解釋是一個資格 你在美國工作了 繳稅了超過10年 有40個點了 那你有這個資格了 而你又到了65歲 居住綠卡或者公民 那你有這個資格了 你必須要去紅藍卡了 那政府說欸你為什麼不加個20%呢 紅藍卡我只給你80%的福利啊 哦哦哦 那醫生說 你就用原始的紅藍卡來探診 可以啊 但是20%的錢醫生會幫你出嗎 是 OK 嗯 所以如果要趕快買這個20%的話呢 其實這個選擇非常多 這個每個人狀況是不是都差很大 最好都是要自己好好坐下來去聊清楚才可以 是的 一定要曉得怎麼去應對政府的規定 對自己最好的安排 是是是 好的 哇這個解說真的是這個 馬上就把這個250塊算清楚了 一個是198塊錢的這個年度自付 本來就應該付的 然後這個20%再加上去就有這個費用產生喔 那他是不是每次有250呢 可能他今年就是250 但今年只剩下一個半月了 他明年1月1號開始可能有一個新的嘛對不對 對明年呢又有一個抵檢額198來啦 那你是不是用了原始的紅藍卡 你沒有加20% 那你還是要付20 並且你有沒有加一個藥計劃 你要單獨去買一個藥計劃 是是是 否則藥計劃有終身罰款喔 啊 終身喔一直罰到 百年 百年之後 哇好的好的 要小心喔 是是是 謝謝我們這個保險專家 我們天寧保險章念廷先生的一個解說喔